净貧的方案 那是否可以投資? 我講到他講到 金平方案 但金平方案這個創意 我想ID沒有能反對 但是他就是拿一個很簡單 他拿一個財政部報稅的資料 財政部申報所得稅的資料 以台灣現行的稅制 不是你沒有所得才沒有所得稅 你沒有所得稅就沒有所得 這是兩回事 完全是大家路人皆知的东西 但是你可以感觉到 马英九他的那一些 有一些政策一推出来 他忽略掉的是公平性 忽略掉的是执行 可执行性 所以他执行率很差 包括立即上工计划 立即上工计划 那个也不错啊 也是会解决我们短期的 这个失业的问题啊 但是立即上工到现在 你可以看 推出来以后 执行率超差 那你也没有 他也没有说 我现在这个立即上工 不是只是要一个企业来雇用 来雇一个人 反正政府出钱嘛 我就来雇一个人 在旁边帮我打杂 其实这种立即上工 或短期就业方案 都应该怎么样 同时要求企业一定要 让他们能够在这个 在在职的过程里面 学到一些对他们未来 找事有用的技术 但是你可以看 他只要推出 我现在 你说我现在失业 我就推出这个立即上工 随便推出 疏困方案 他可以排除中小企业 他完全忽略掉一点 他眼中只有大企业 中小企业 其实你假如看他的产值 可能不是很高 那可能就 占全国的这个产值比重不高 但是他是一个 维持工作机会很重要的企业 企业体 你现在让中小企业 一方面 他现在碰到困难 要纾困 那你现在不愿意去优先处理 让这些中小企业 一倒了以后 我觉得问题在哪里 不只是劳工失业 更重要 我们现在中小企业在台湾 都有很强的产业关联性 你某一个环节一失业以后 我举个例子 你假如像我们台湾的 从仿杀到支部 我们成一业 已经大概都在台湾 都没有在存在 那你现在假如这里面 仿杀或是整揽或是支部 有一个环节 中小企业 他再立转型不顺利 他取得不了 补充性的外劳 或是他没有办法取得 必要的纾困 他官场以后 其他上下游的产业 一聘都要 整个要官场企业 这个对我们的 整个劳工冲击很大 但是他不是 他的想法 就是照顾那几个大企业 然后排除掉 他纾困案就要排除掉 还特地讲非中小企业 但是这个大企业 对不对 假如照他逻辑 有的没有竞争力 你要怎么处理 那你可以有一套 但是你可以感觉 他们对这个大企业 到底要怎么样去纾困 到现在 完全没有一个对称 到底是要救股东呢 还是要抢救 因为这个纾困 没有得到纾困 官场协业 影响到劳工的权益 他都完全没有方案 到底他纾困的目标在哪里 我看不到 但是我的感觉 他只注重大企业的经营 他忽略掉中小企业的重要性 我想从这边就知道 其实马英九 他是跟财团 他的政策 其实只清台团的话 对劳工 他也不在乎 因为劳工 我们这一次 陈云宁来台很多人呛响 当然很多人是 忧心这个 马英九没有捍卫台湾的决心 但是也有一部分 是长期失业的劳工朋友 他对这个 目前 经济的表现 马英九的经济的执政 马英九的经济表现 非常不满 他必须要 来表达他的心声 但是 我觉得马英九 在这个里面 他完全 不在乎 这个社会的对立 社会的 这个争议 政治的对立 他完全不在乎 所以我有 最近写了一篇文章 我就说 他是一个 对台湾人民 最傲慢的一个领导人 他根本不在乎 不只听不到 他听到 他也不想化解 一个政治人物 本来就是化解社会争议 社会一定有争议 我们台湾的多元社会 不可能做一种争议 你一定要 政府的政策 一定要很平衡 去兼顾到 各方的声音 大家寻求共识 马英九 不只听不到 他而且没有能力 可以化解 更可怕的是 他不在乎 所以我觉得 他是一个对台湾人民 非常傲慢的一个政治领导人 林教授 刚才有提到 劳工 还有中小企业问题 我们现在 中小企业 每天大概关三百多家 然后一个月都上万家 如果一个中小企业 都是五个就业人口来算的话 其实失业的人不得了 所以大家都在想说 目前4.37的失业率 已经是远远远远远低估了很多隐藏性的 甚至是半薪休假的这样的失业人口 然后那林教授你怎么看说 在现在的失业潮跟财源潮跟官场潮之下 马英九不仅没看到 然后他们的这些措施 是不是会强化推进这样子的情况 不我想这个马英九他接受所谓自由经济 或是资本主义的这种思维 他认为这个官场没有竞争力就要官场 失业 失业是你自己找不到的是你的选择 所以他很忽略掉一个70年代以后 其实欧洲很重视的一个所谓要追求透过经贸自主 追求经贸自主来维持维系整个国家经济安全这个思维 其实所谓叫经贸自主 不是我们锁国也不是关起门来 而是要强调什么 其国家或政府他对整个我们一国之内经济体系的人才 资金技术资源的管理 这种管理工作很重要 但是你感觉马英九上来以后 他不在乎这个失业 失业的问题在哪里 你会让人家失智 就是说我现在长期找不到工作 慢慢对这个社会其实他不再会有期待 然后他会采取更激烈的手段 那他会慢慢慢慢就不相信这个民主制度 认为民主制度没有办法保障他最基本的工作权 所以我们的民主制度运作 就会因为少了这块人的参与 慢慢慢慢我们的民主制度就不是一个多元发生的管道